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今天我们来做几场欧洲杯选赛的比赛分析 那么在片尾的地方 我们尝试给大家来分析几场比赛的创创 好 第一场是格鲁吉亚对西班牙 那么这一场呢 重点在客场的西班牙 因为这个小组当中 西班牙现在的排名呢 是比较靠后的 这个靠后跟他的实力呢 有 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我觉得直接就是说 其实西班牙的实力呢 大不如前 就有点退步的感觉 但是从运气来讲的话 今年排在现在排小组赛这个位置 实际上运气有一点点不好 好吧 那么客场来对格鲁吉亚的话呢 首先我觉得双方可能西班牙会保持不败的状态啊 所以给出的这个年龄呢 是1-1 1-2跟1-3 第二场是斯洛伐克对葡萄牙 那么这一场呢 是看好客场的葡萄牙取胜 1-2 1-3跟0-3 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西罗的一个球迷 所以西罗的比赛我都会去支持 因为赢的时候比较多 赢的时候比较多 所以会去支持 另外就是从比赛的观感啊 无论说进不进球啊 有时候看西罗 接近所能的表现呢 也能够比较 呃 被感动啊 很多时候呢 会给我们大家一些惊喜 所以呢 一般西罗有比赛的话 我们都会比较支持的 好 第三场是 卢森堡对冰岛啊 这一场的话呢 是看好 呃 冰岛呢 就是保平真胜的状态啊 1-1 1-2跟2-2 第四场是波黑对冰岛 这一场看好主场的波黑取胜 2-0 3-0 4-0 第五场是克罗地亚对拉托维亚 这一场呢 是看好主场的克罗地亚取胜 1-0 2-0跟2-1 第六场是塞浦路斯对苏格兰 他这一场呢 也是看好客场的苏格兰取胜的 1-2 1-3跟2-3 就正如刚才讲的啊 苏格兰在今年的预选赛的排名当中 是非常好的成绩 第一名啊 在A股当中排第一名 本来第一名我们都呃 直接认为是西班牙的嘛 结果呢 呃 苏格兰表现特别出众啊 连续赢了比赛 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候对战西班牙呢 也能够呃 仿败为胜吧 或者说是运气非常好 或者是实力就是这么强 好吧 所以这场是看好客场的苏格兰 好 第七场是土耳其对亚美尼亚 这一场呢 是看好主场的土耳其 宝瓶真胜1-1 2-1跟2-2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今天的串畅啊 今天串畅也是这几个场次呢 我们去总结出来的 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场次啊 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你可以删减它 或者做一些主观的改变 好吧 ok 呃 第一场的西班牙酸净 讲的这七场比赛当中 我推荐出来的呃 创创的方案呢 有一些如果你觉得需要去改动的话 那你自己就调整一下 好吧 希望今天呢 大家都能够呃 获得比较好的运气啊 谢谢大家